下午2点 广东跳水队摊牌 全红船退出国家队 悬念揭晓 粉丝振奋 大家好 我是体男猪八戒动格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 关注 评论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 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知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各大体育项目的体育健儿们都在做最后的冲刺工作 这段时间也变得极为的关键和重要 中国跳水队被誉为跳水梦之队 实力非常强大 中国跳水健儿们他们的一举一动也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大家都希望中国跳水健儿们可以在巴黎奥运会这个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取得好成绩 为国争光 展示出中国运动员的这样一种精神风貌和风采 在中国跳水队中 现年16周岁的全红船无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当时年仅14周岁的全红船 横空出世 以三跳满分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担任十米台的奥运冠军 可谓是寄金四座 一战成名 甚至跳水民宿郭晶晶也赞叹全红船他的天赋之高 全红船实力出众 再加上他谦逊低调的这样一种性格 以及非常励志的成长经历 一时之间 全红船也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 很多人是因为全红船喜欢上了跳水这项小众的竞技运动 没想到不知不觉 小小的年纪的全红船他已经为跳水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以来 全红船再度被寄予了厚望 周济红把他视为未来的领军人物进行大力的培养 但此时全红船他遇到了生长发育的高峰区 战绩出现了波动和下滑 在他的主项女子担任十米台项目中 多次因为207C动作失误输给了队友陈玉希无缘冠军 此时全红船经历了很大的压力 好消息是在全红船和他的主管教练陈若琳的一起努力下 全红船成功突破了207C这个动作 并且练就了非常强大的心态 在不久之前结束的杭州亚运会上 全红船夺得了女子担任十米台和女子双人十米台 两块金牌加冕了亚运会的双金王重返巅峰 所以大家都希望全红船他现在可以好好的去训练 保持住目前的这种状态 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继续的去延续他的辉煌 但是近期外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近日全红船现身广东和元市 此时外界突然传出了全红船他退出国家队的这样一个消息 这件事也迅速引发了外界非常强烈的关注 全红船大家知道是50年难得一遇的跳水天才 而且现在才仅仅16周岁 未来绝对是不可限量的 如果全红船此时退出国家队的话 对于各方来说 无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那么这件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下午的两点 记者采访了广东跳水队 询问关于全红船退出国家队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广东跳水队直接摊牌表示 全红船退出国家队是谣言 全红船近日现身广东和元 是为了出席商业活动 现在全红船他已经返回了北京 继续跟随国家队进行训练和备赛 现在全红船退出国家队 这件事情的悬念也正式的揭晓了 那就是全红船根本就没有退出国家队 这是一个外界传的谣言 在此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去传播这种谣言 现在正值备战奥运会的关键时刻 这样的信息很可能会影响运动员们的 这样一种训练的备赛的状态 那知道了全红船如今的最新情况 粉丝们自然也是振奋不已 最后让我们再次祝愿全红船 在未来一切顺利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国争光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